嗨 大家好 昨天晚上我看了吕秀莲 她去批评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是真是假 那我在想说 吕秀莲现在也开始 质疑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假的 那甚至 吕秀莲说 我没博士也不会吹牛 那蔡英文在吹什么牛 现在许多人都开始注意到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假的 那么也提出许多的证据 国外的专家 我们在留英国的专家 留美的专家 台湾最早的赫德芬教授 所有的人都开始质疑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假的 那么蔡英文就很 堂而皇之的 拿出一些博士论文的草稿 然后还说 我提供给大家参阅 就代表我有博士论文 我在1984年或者1983年 我的那个博士论文是真的 各位这个逻辑完全不通 所以吕秀莲昨天也提出来讲说 你提出来这个说法 说一个博士论文的草稿 就代表你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里面 就有通过博士论文的口试 也有博士论文 那所以你拿到了博士学位 各位 当吕秀莲也站出来 质疑蔡英文的时候 蔡英文是不是应该再一次出来 跟国人说明清楚 甚至我在这里直接讲了 蔡英文你就是没有 真正在伦敦政经学院 在1983年1984年 通过的博士论文 你就是没有 有 没有 你要不要跟大家出来承认 然后请辞下台 因为你说谎 你想办法去告那些提出对你质疑的人 但是你总统 在任期内你有豁免权 可是你不能被免掉一个被弹劾权 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你们不要再做梦了 不要再睡觉了 不要再偏袒了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是人民选出来的 然后总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蔡英文所谓的论文门 跟尼克森的水门案 是大同小异的 这么重大的一个道德的瑕疵 他到今天为止 谈到他的论文真假的时候 他都知无其辞 然后顾左右而言他 那个脸上那一副完全没有办法面对的 那个不像一个诚实人的表情 大家就都看不出来吗 要不要蔡英文去测测谎啊 你们在国会里面 在立法院里面 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变成哑巴了吗 总统专机的走私案 你们也变成哑巴了吗 你们今天怎么要变成一个 你们过去不喜欢的 吕秀莲前任的副总统 出来批评民进党的腐败 所以他要出来参选总统 吕秀莲起码还有这个勇气 你们这些民进党立法委员 你们有这个勇气吗 民进党你真的是腐败 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今天民主的最基本的底线 你们都没有办法维护 你们只晓得保护你们的蔡英文 继续让他连任 陈水扁在外面爬爬罩 参加你们的党庆 苏贞在还帮他恢复党员的身份 你们民进党真的是没有法治观念了吗 还是你们刻意要去破坏法治 陈水扁 他是国家法院判的贪污犯 非常重的贪污犯 另外还有几个案子还没有审理完毕 他关在里面被特权的保释出来 特权的保外就义出来 保外就义之后 违反了所有保外就义的规定 然后他最近还有很多的言论 这些言论大家听一听 真的很有趣 但是有趣到会掉眼泪的各位 阿扁说韩国瑜的第三支穿云剑 就是要把他关回去关到批销 陈水扁你在说什么 台湾的老百姓只要有良知的人 只要有法治观念的人都认为你应该被关回去 韩国瑜当总统 当然要依照法治的观念 不像蔡英文 蔡英文是压榨压制这些法务部的官员 让你可以在外面爬爬 因为蔡英文怕你 民进党所有的立法委员 这些民意代表也怕你 怕你什么 怕你什么 要去问问他们怕你什么 但陈水扁 你是被耻夺公权的人 你是一个受刑犯 你没有资格出来指三道士的 你更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民进党的党的里面的政治活动 你是一个受刑犯 重大的受刑犯 你已经被 此夺掉你的公权了 你在外面所有的言行 就是民进党对你的包庇 蔡英文对你的包庇 包庇你陈水扁一个贪污犯 代表以后所有的民进党 所有的蔡英文所做的事情 所有贪腐的事情 贪装妄法的事情都可以合法化 这是多大的一个讽刺 然后你还把他拉到韩国瑜头上 你说韩国瑜第三支穿银剑 要把你关回去关到啼笑 那其他所有的在监狱里的受刑犯呢 他们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 他们应该在牢里面被关的 你为什么是特权 各位过去民进党讲的国民党的权贵 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讲民进党的权贵 就叫做陈水扁 民进党的权贵就叫做蔡英文 民进党的权贵就叫做苏贞昌 权贵啊 你们有权 你们真的是贵族 你们真的是有贵族的权利 所有今天的法律的法官 根本不敢关你 所以陈水扁你讲的很有趣啊 你说韩国瑜不知道民主法制是何物 完全没有宪法意思 你才说宪法明文规定 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对啊 所以法官不受到任何干涉 判你有罪啊 判你这么重的罪啊 但是今天的法官 今天的法务部 受到蔡英文民进党的压迫 让你在外面可以啪啪照 可以有权贵的特权 可以在外面啪啪照 身体这么健康 早就违反了保外就义的基本的规定 然后管不回去 这些判定你健康的医生 也是头可有问题了 也是违反了宪法 违反了法律了 蔡英文明明白白的让你在外面走 就是违反了宪法里面 司法独立审判的权利啊 那你陈水扁还大言不惨 你去骂韩国瑜 韩国瑜不能管法律的 法官的判决啊 因为那已经判决完毕了 你就是有罪就是受刑犯了 今天陈水扁还可以逻辑这么清楚 去扭曲 扭曲司法 扭曲民主 扭曲宪法 他多聪明啊 代表的状况是他身体多健康啊 他可以要挟到 蔡英文要挟到民进党 那民进党可以利用他到如此的地步 我们哪来的司法独立 全部被蔡英文跟陈水扁 你们这些人破坏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韩国瑜当选 陈水扁 照大家的意思 关回去 而且蔡英文我觉得 大家现在 立法委员 你应该现在开始 发动去查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真跟假 国会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 以所有的证据看来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假 技术的细节 大家就都讲很多 念过博士人都知道 甚至念过硕士人都知道 博士论文 它是必须要经过口试 博士论文出来之后 在你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 你这本论文就要拿出来 陈列给大家公开的阅览 它不会不见的 它不会不见了35年 而且所有的格式 所有补出来 我再跟各位说 博士论文的草稿 不代表经过教授口试通过的 那个博士论文 它是不相等的 所以吕秀莲副总统 昨天讲的这些事情 蔡英文你觉得有问题 你还可以去告吕秀莲呢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 去吓大家 吓大家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要吓死你自己 你可以用你总统的特权 去压制司法单位 不敢把沉水扁关回去 可以啊 你现在可以尽量去破坏民主法治 你尽量去吓大家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的方式 只会让人民看得很清楚 看得更清楚 原来让司法不能公平公正独立的 是你蔡英文跟你们的民进党 尤其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是苏贞昌 是你们所有的人 让人民看清楚 原来中华民国引以为傲的民主法治 在你蔡英文领导之下 全部都被毁坏殆尽 政治人文的诚信 在你的蔡英文的博述论文里面 也被摧毁殆尽 人民凭什么去信任你蔡英文 你一个民选出来的总统 当一个国家没有诚信的时候 又违法乱纪 像吕秀莲讲的你们民进党贪腐 你们民进党贪腐 一个民主国家里面最基本对官员的要求 不可以贪腐 你们民进党贪腐 所以各位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很简单 蔡英文 陈水扁 你们带头破坏了国家的民主法治 带头让政府官员贪腐 所以下架你蔡英文 把阿扁关回去 是人民最基本的要求 要求我们的国家真正恢复到民主跟法治 这是人民基本的要求 所以大家一起来 现在应该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了 起码吕秀莲前任的副总统 他在这里还讲出了一些 民主基本上应该有的观念 这点我们没可以佩服他 但是你蔡英文愿意虚心接受吗 你苏贞昌愿意虚心接受吗 我希望在这个选举的阶段里面 大家看清楚民进党真正的面目 看清楚蔡英文虚假的那一面 看清楚蔡英文 毁坏中华民国宪法 不承认中华民国 毁坏中华民国的民主法治 这些事情大家看清楚之后 下架蔡英文 陈水扁等到韩国瑜当选总统之后 不是韩国瑜去干预司法 是依照司法应该有的执法的程序 把陈水扁关回去 让我们国家恢复到真正的民主法治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大家一起努力 下架蔡英文 把阿扁关回去 恢复我们的民主法治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指教 혹ugene 谢谢大家 好 因为 因为